今天2月6日的赛事有两匹马特别值得留意 在讲这两匹马之前 首先我要在这里恭喜上一次赛事 有非常多的JPWG算表专业版用者 正正利用了我们推介的那匹冷马 未映杨妃在这一天是找到吃的 我们说过了当你拿着一匹同程的实力马 如果是热门的话 这匹同程实力马最好是拿来做Q胆 但是当这匹马是一匹 例如接近10倍的半冷或者冷门的话 你有两个选择可以拿它来买猫布 或者拿这匹冷马买QPQ 是拖短棍的 当然前提就是这场赛事是有突出的同程实力马 说过了上一次赛事第三场我们推介的未映杨妃 正正是有11倍的 这场赛事其实同程实力马只有两匹 正正就是状元及帝和从草成名 即是说短棍的买法就是你可以拿着这匹的未映杨妃 是拖两匹买Q和PQ是4注的 结果就是未映杨妃11倍 顺利入Q了 从草成名和状元及帝 分别跑1、3 即是说一拖二的短棍 即是Q加PQ是4注 你是收260多元的 因为Q是163元 两条位置Q加PQ是104元 即是267元 当然也有不少朋友 因为这条短棍也有买三重彩和单T 三重彩如果假设你胡村也有10倍 因为是6注 派了是649元 那单T当然是一注而已 那是派131元是13倍的 当然有很多朋友就拿着这场短棍 即是买Q、PQ、4注 和自己的深水码去买Q 买二穿一 有很多朋友在这一天的赛事 是用百多元 即是另外一拖四的话 二穿一都是八六元 是收几千元的 当然有些是过了三关 是收过饼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这班的朋友了 好了,讲回今天的赛事 第一匹值得你留意的马匹是第五场 7号的涌眼光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的 这一场是四班数千二米 那就是说 首先你的目标是要摆在同情的方头实力马 最好无断是释加速和时间指数是正的 那如果你去第五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见到这一招就是同情的实力马 但是其实这场的赛事是缺乏顺放头的同情实力马 那当然啦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一步 就是下一个目标 最好就是抠同情的实力马排在内档 没断会加速 那当然时间指数最好是正的 或者跟这一招的对手来比 他的时间指数是突出的 那涌眼光正正是这类的马 为什么呢? 如果你拉到这里看 他这次是排三档 那就是同情的实力马排内档 第二就是他没断会加速的 正的0.74 是这一招的所有同情实力马里面 没断会加速最强的马匹 再看他的时间指数 他是负的0.09 但是跟上两仗的同情实力马比 其实他时间是最佳的 那当然跟上三仗比的话 他就排第二 另外那一把快时间就是大家开心 但是大家开心这个时间 是来自季初的十月份 而且还是很快的 OK 那换言之在这场的赛事 这一把的涌眼光 在这些同情的实力马里面 他的实力是突出出来的 那当然了 再配上潘顿 是大维希斯的图号杀手 而且排的内档 所以这一把的涌眼光 在这场的赛事 其实是属于一把实力突出出来的同情实力马 OK 如果你喜欢这匹马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考虑用这匹马做Q胆 去拖几匹配脚买Q 或者用这一场的赛事 作为你挑过关的其中一场 而今天第二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九场三班菊草1650米的三号马 马尔代夫 这匹马也是潘顿奇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呢 如果你去第九场的指数马 在走的二度选一的话 即是你会见到这一场 是有几匹的磅头马 其中是包括一匹千四米 即是较短一点的美丽在后 即是说在这场赛事 有较大的机会 会出现一个中等的捕捉 即是这个 他们预计的 以至于这样的情况 你第一 最好就是抠哪些目标马 就是排内档的同情 而实力马 没段是懂得加速的 当然 最好 那个时间指数是正的 好了 去第九场 如果你按进实力马那里看 这匹马尔代夫 首先 他是排内档 是吧 即是说 他的排档有利 第二 他的没段 懂得加速的 你看到他是0.92的 没段指数上涨 而前仗更传到是1.1的 没段指数 即是非常之强 虽然 他这两场的时间指数是负的 那是负的主要原因就是 这两场的赛事都是一两场 慢步速 上涨 是吧 慢一秒 接着这一场 还慢两秒多 所以形成的时间指数是负的 但无论如何 他是活动 是很强的 即是说 在这两场的同程 赛事里面 马尔代夫 是看不到 他的时间指数的主要原因 都是 这两场的步速 是慢步速 而且是非常之慢 好了 即是说 如果你想知道 这匹马尔代夫 在快步速里面 的表现是怎样呢 你就可以去所有马赛绩 选马尔代夫 那你就会见到 他今季 因为之前就没跑过同程 是跑两次而已 那你可以拿这两场的 千六米 田草的一里落 赛事来做一个比较 他这两场都是跑 田草千六 那如果你看这两场的赛事 你都会见到 其实这两场都是快步速的赛事 那这匹马这两场 全部是跑1Q的 也都是潘顿旗 而且他做的指数 看到没断是懂得加速的 而时间是一个正时间指数的 换言之 这匹马是不怕快步速的 OK 那就是说 这场的赛事 这匹马其实是非常之激动 第一排内荡 他又不怕慢步速 慢步速 他那个没断是非常之强的 而且懂得1Q 如果是快步速的话 他也不怕 而且这次当然是排的 有利的内荡 所以 同样地 这匹马尔代夫 在这场的赛事中 属于一匹形势有利 而且具备同情实力的 同情实力马 所以 如果你喜欢这匹马的话 同样地 你也可以考虑 拿去做Q胆 拖几笔配脚 买Q 或者将这场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其中一场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架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混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马 所以我建议你 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混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实力的 冷马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减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lainBurlai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JP团队 减码秘谓的影片 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马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学到 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些马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影片 当然 如果你还未有职业排位 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面 即如要订阅 请他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可以像其他用者 可以轻易选出 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 那些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马 OK 当然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的方法 有兴趣 那我当然就建议你 在这里 按一按 就是订阅我们这个 频道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OK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选择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 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 好了